字幕提供 各位 高價值男人早安 Good day FM see you 歡迎收看今天的高價值早餐 我們的目的就是達到出一個最聰明最有魅力的你 我們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呢 就是高價值男人絕對不說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是什麼呢 就是 Fuck you Sorry Sorry B 這兩個字是什麼呢 就是 可 是 我在做這一行的時候我就發現一件事情就 現代的男人呢 很喜歡用可是這兩個字 我叫他去執行某個任務 我叫他過去搭訕 我叫他去健身 我叫他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幫助他自我提升 然而 在這時候呢 他就會說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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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家人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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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朋友 可是 我老婆 可是 有很多的可是 為什麼 他不把這件事情完成 除此之外呢 過去有一些員工呢 不是現代的員工 先把他講清楚 就是 以前的員工呢 我叫他做某件事情 他給我非常非常多的可是 你去思考一下 老闆叫你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開場就是可是 當老闆一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 他接下來 可以很明確的預測到 你要給某個藉口 為什麼你辦不到 就是如此 除此之外呢 很多男人不只 只是運用這樣子的模式 在 跟 對方在溝通 跟老闆在溝通 跟女人在溝通 甚至還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與自己在溝通 這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你大腦裡面的自我對話 他是正面 他還是負面 那 話語是有能力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所以你的句子 如果以可視 去做一個開頭的話 基本上 你後面的話語就是在找藉口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辦到這件事情 理所當然的 他會大大的 降低你的執行力 除此之外呢 你就試試看 你大部分的句子 都以可視開始的話 你會創出什麼樣的形象 一個 整天都在找藉口的男人 我因為沒有辦法 完成這件事情的原因 因為 我覺得我不知道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今天我頭有點痛 今天我膝蓋很痛 因為我頭髮有問題 因為我頭髮很痛 Fuck 各種莫名其妙的藉口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 去完成你該完成的事 當我在交代 某個剪接師 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這是以前發生的事情 我跟他說 請問一下 Premiere Pro裡面 音軌的部分 因為現在聲音很大聲 我們除了Premiere Pro的 主要時間線 可以去移動 他聲音的大小之外呢 還有沒有一個別的地方 有沒有一個 Fader OK 音樂的Fader Sound的Fader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移動的動作 可是 好像沒有耶 可是Premiere Pro就是 沒有這樣子的功能耶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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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fucking giving me excuses And not solutions 你在給我的是藉口 而不是解決方案 我在提出這個需求的時候 就算Premiere Pro沒有這個功能 Fucking figure it out 想辦法把這件事情完成 我每一次我想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他媽火氣都會上升 就會變超級賽的人第三代 這真的是會讓人家變得非常火的一件事情 我不想要聽到你的可是 我也不想要聽到你的理由 然後 這已經超越 Premiere Pro有沒有這個功能的問題了 這是一個做事的態度的問題 你如果有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你真的想要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你不會用可是 你不會給我很多的藉口 你會 給我不同的解決方案 你會說 雖然以我的理解 Premiere Pro目前沒有這個功能 然而 我可能會去找一下 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或許有一個外掛程式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聽過要用他媽外掛程式 來去處理Fader的問題啦 不過 就算你這樣子講我也爽 我有一次呢我有一個剪接師 他就有一種用暗示的方式在嗆我 他就意思就是說 那不然你來剪嗎 你如果覺得我沒辦法去剪出 你想要的模樣的話 那你就 由你來剪 他就是這個意思 我說好 我來剪 從來沒有碰過Premiere Pro的我 我他媽三天我就 已經直接到他剪接的等級了 請問一下他媽是有多難 當 我不知道答案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我有一個責任要去找 所以我的學習力會比較快的原因 是因為我都沒有在找藉口 當有人交代我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給很多的藉口說 為什麼我辦不到 我在我的頭腦裡面 在創的是各種不同的時間線 以及不同的解決方案 然後我再去思考說 你現在在交代我的這件事情 或者是我自己交代我自己的事情 公司需要處理的事情才可以讓大家變得更富足 這件事情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模式 去處理才是最好 所以我一直不停的在找Solution 以及解決方案 所以當我發現說 對 Premiere的主要的時間線 他沒有這樣子的功能的時候 我會上去YouTube Oh my god So fucking easy Google YouTube Fucking so easy 你就直接把它打進去 說到底要怎麼去調這個fader Sound the fader Where How 他媽 答案就出現了 Fuck 我要你去想像這件事情 如果你把可是這兩個字 在你的人生完全拿掉以後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例如你的老闆交給你某件事情 可是你已經有一個Full Plate 意思就是說你已經忙到不行 他所給你的 Deadline 你是不可能達成的 就今天不可能完成這件事情 以這樣子的狀況下 他給你新的工作 你通常會告訴老闆什麼 喔 可是我 我現在事情有點多耶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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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頭腦裡面 你已經這樣子想了對不對 就算啦 你勉強的答應說OK 很少人這樣子 可是 就算你說OK 可是你頭腦裡面是不是一直在講可是 可是 我現在手上超多 超多事情 可是 我這樣子不行 可是我晚餐還沒有吃耶 很多可是嘛 對不對 很多的藉口嗎 如果我們把 可是完完全拿掉 它會長什麼樣子呢 可是呢 我們用那去取代好不好 我們用那去取代的話 你立刻就會進入一種進攻的模式 好那有沒有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可以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要不要用Google 或是YouTube 我們先把資訊先 早期了以後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個決定 那 是不是 我先把 今天該處理的事情 先處理完以後 然後 我們再去處理 剛剛所交代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可以先把 今天您所交代的事情 我們先把它處理完以後 然後我明天再把 你之前交代的事情 再把它處理掉 我在給的是解決方案 而不是藉口 你的開頭只要是以 那 來去做一個開頭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 你自己的情緒反應好像 稍微有一些些不一樣喔 你自然而會開始 以進攻的模式 然後來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欸 那 我要怎麼去找 Solution 我要怎麼去找方法 在這邊我給各位聽一個故事 然後這是昨天發生的事情 其實 這是週末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很忙 APP的事情 進階課程的事情 進階講座的事情 高價值早餐的事情 管理團隊的事情 整個堆起來 讓我幾乎沒辦法呼吸 在週五的時候 我感受到這種龐大的壓力 然後 我們在週日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進階講座 我們總是講說Jimmy他要做一個開場 講穿搭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我要去想 那我到底要帶給這些進階學員 什麼樣的價值 這是我們一個月 我們會辦一次的講座 只有進階學員可以參加 說實在的 如果我的頭腦裡面是不停的在 可是可是可是 我可以找出很多的藉口 為什麼 我連上台都不要上 我是說真的 我可以為我自己找超多的藉口 可是 可是APP已經快上線了 可是 可是 最近管理團隊的事情 覺得蠻繁忙的 可是進階課程才剛結束 然後我幾乎都完全沒有睡覺 可是 還有高價值早餐的事情要煩 在我的頭腦裡面去 不停的用可是來去堆疊的藉口的以後呢 我最後 我一定會缺乏執行力 當然我周六的時候我起床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跟Jimmy約 我說來Jimmy 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來 我們先來對你的稿 那我來去修正你的架構 修正完以後他隔天講超好的 他媽講超棒的 跟他對完你以後 晚上我就開始在準備 隔一天的PowerPoint 我在我頭腦裡面 沒有創任何的可是 我頭腦裡面 只有那 有沒有不同的方式 我可以快速的 去把這個PowerPoint 生出來 那有沒有更有趣的實操 我們可以讓這些人做 讓他得到更大的提升 我在我頭腦裡面 一直在思考的就是Solution 有人問我說 道一個人 你執行力為什麼那麼強 你為什麼那麼有衝勁 我就直接跟你講 我呢 確實不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大家其實都應該知道 我昨天我也在進階的群子裡面 我就直接講 我不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可是很多時候 你會在我的身上 感受到那個正面能量 它是來自於那個衝勁 就是要解決問題的那個衝勁 你很少看到我一直在那邊找結果 可是 這真的太難了 可是 可是 我說 這件事情很難 那我們要不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我們要不要用第二種方式去做解決的動作 那 需不需要 拖延一下下 我們把私訊 整理好了之後 然後我們再開槍 有很多 一百種不同的Solution 一千種甚至一萬種不同的Solution 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呢 身為男人 你的責任就是要 找到 可是 那個找到啊 的前提是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開頭 你是用 可是 然後不停的找藉口 還是你用那 然後用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 來去解決 你現在的核心問題 我希望你今天有學到新的知識 如果你有學到的話 請你在以下的留言板留言 你今日所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相信各位一定都有學到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會幫助你 內化金融的高價值早餐 然後再來呢 幫我按個讚 那個讚呢 就是給他按下去就對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讚呢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也是你可以提供我們最好的價值 他會告訴YouTube 這支影片 是一支重要的影片 是一支優質的影片 是一個會幫助人的影片 這個是 你幫我們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最好的方式 所以謝謝各位了 OK 各位 I love you guys 今天各位上班加油了 我們就明天見 Bye